大家好 我的一個想法是 目前這個出入口是在福德街上 所以一定會去佔用到現有住戶的店面 那就會被犧牲掉 有人會被犧牲掉 那我們是在思考說 其實這個出口不見得一定要在馬路邊 我們把這個店面留給原來的住戶 然後把出口放在這個旁邊的巷子 有一個在那個通風景X後面 這樣子是不是對住戶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比較住戶可以比較有多的店面 會分回來 那這是第一個想法 那第二個想法是說 在剛剛講的四個方案當中 前提都是我們要去找投資人來跟我們一起幹 那有沒有可能說住戶跟市府一起合作 然後呢就類似一起合作自地自建的方式 然後呢我們找人設計 然後找人找營造商來乘坐 然後找建造商建造商來建造 然後最後得到多出來的部分 我們去賣出去 那這樣就能夠cover到我們當初所有的成本 因為據我所知 這個建商來跟我們投資的話 他光是建造的時候 他已經給你賺了利益 然後他在跟你分的時候 他一定要30%的利潤 否則他不會來做 所以呢這種情況下 我們往往就是會很難得到 就是等於住戶就要犧牲比較多 才能夠得到建商來合作 所以呢其實在台北市有一個成功的案例 至地自建的都更案就是在光復南路跟仁愛路交會頭 有一個叫上華仁愛 如果各位去往柱上找看看 他們就是當初九二億的時候變成圍樓 那他們圓滿是十二層樓 後來呢他們的自己的那個住戶管理委員會 就自己去住因為必須改建 所以他們自己是自己組一個改建委員會 然後他們去跟市府爭取比較多的容積率 之後呢他們改建成十五層樓 他們是住室 他們的是住室 所以他們原本就有四百分之四百的容積率 那但是他們的建幣率是50% 他們爭取到他們的建幣是69% 所以呢到後來他們蓋完十五樓之後 把多出來的三層樓賣掉 剛好可以把他們的建造成本完全cover掉 所以住戶不用拿錢出來 他們又有新房子住 然後呢另外一個原因是 他們是找第一銀行單 融資銀行百分之百融資 所以住戶不用拿錢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他找的建商也是不錯 所以建商不怕拿不到錢 有低銀行單保 然後住戶不怕建商會蓋到一半 就不蓋 所以我是希望說 這一個延開案可可以嘗試用這種方式 讓住戶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好謝謝劉小姐的意見